我們臺灣在日本時代 在救治印年十月十七的時候 有一年民主前輩 成立到臺灣文化協會 因世界英港特報表演 主心提升臺灣社會文化 九段經過百多年 文化部跟十月十七 定做是臺灣文化日 今年以臺灣調去跟 運動最早主題的基盤音樂會 希望推動二十一世紀 臺灣新文化運動 繼續提升現代臺灣的文化主席 用台語歌聲 搭配各種音樂 唱一本時代的臺灣 就去跟雲頭醉 跟他的感受 聊笑鬼的感情 這張音樂會 不可以用聽的 各團背後的保理 也等著訪問 他拿像素廟的手法 充限雲頭醉的一生 觀眾好像置身在 他小時候生長的大稻埕 然後他去日本 然後一直到他死後 他的妻子 非常辛苦 帶他的作品回來 然後一直穿越到現在 二零二四 就是這個作品 他其實正在 在他的母校日本東京展出 讓觀眾了解 音樂主義的死命 故事 還有結實貢獻 這個音樂會是今年 臺灣文化日的節目 1911年十過十七 任憲動 將會隨這些優質 成立臺灣文化協會 揮揮臺灣社會的文化 文化博跟 文化博物館 在十月十七七天 提供免費參觀 希望讓英文化部長李宛說的 以前文化運動 可以做 經濟社會的文化 文化博說 英文黨在透過中間 臺灣藝術 十二點空氣為 天中研究 臺灣的美術 音樂 文化 典型技術 提升 典型對臺灣文化的 人道和組織 記者公民旅客 大博部讀